封面为台湾带来了丰沛的雨量 但是农民靠天吃饭 雨下太多也造成了惨重的农损灾情 像是青葱 青黄不接 根部泡水全部都腐烂了 苦瓜还有羊香瓜也出现了落果 水伤甚至是发烂 就连夏天盛产的凤梨 因为吸水过多 小的裂果 大的过熟发酵 另外还有超过了48万台金的小玉西瓜 也无一幸免 全部都泡烂了 心血泡汤也让瓜农们讲到一度哽咽 西瓜农载着一大卡车的小玉西瓜 不是要再去卖钱 而是销毁全部丢到田里 当肥料 彰化鹿港这一头高达9.6公顷的西瓜田 遭梅雨封面袭击 整区西瓜田几乎泡烂 超过48万台金的西瓜 通通变烂瓜 瓜农讲到一度哽咽 这个鸡都没吃了 你要叫我怎么买 你看 看后边要怎么收薄 不然真的 心血复制一句 让瓜农只能望天心坦 而受到雨伤的 还有芬圆的凤梨产地 现场直接烧开 大量的水流出来 这可不是juicy到出汁 而是已经整颗爆销 而且中间果肉偏暗黄 飘出发酵的难闻气味 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不止大的 小科的也一样 病还没成熟 出现裂果情况 小的长不大 大的又熟过了头 损失超惨 另外还有青葱 放眼望去 原本应该绿油油的葱 全部倒服一片青红不接 葱能统计损失直逼 十万元 这一区大概两分地 那成本大概抓一分地 大概抓五万块 再来苦瓜跟羊香瓜 同样惨兮兮 落果水伤 有的切开还腐烂一块 农民看得实在 欲苦无泪 为了不让农民血本无归 幸福也积极向农委会 争取农业天然灾害 现金救助 盼能帮助农民 渡过难关 接着到我们张话 藏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